台积电预计与德国的几件先进的晶片公司 或者是导科技公司合作 在德国设厂制造12寸晶圆 这个12寸晶圆的制造与设计 基本上它的投资大概有300亿欧元 不过因为它是12寸 所以它不换一些到敏感的外力 一些战略还有科技的一些这种设计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在12寸晶圆的设计的背后 它所代表的是台积电 还有相关产业的风险和分散 这个风险的分散 我相信一方面是来自于台积电的自己 对于市场和分散分布的一个策略性的安排 因为台积电目前大概有65%到几乎70%的营收是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目前可能只有10%出头 还有5%到8%在非洲等等中东的地区 德国是一个很好进军中东还有非洲的一个根据点 不过台积电它目前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看得出来可能除了自己公司的这个策略分析风险分散之外 也跟美国相关的这些当局他们所要求的 所谓台积电不能够把大部分的这些晶圆的生产 是集中在台湾有关系 所以台积电不只到美国的亚利桑那设厂 而且也到了日本准备要设厂 台积电也要到德国去设厂 当然在美国设厂的这个晶圆它是目前台积电在美国最先进的一个设备 在日本还有在德国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先进 不过我们还是要了解到就是台积电它虽然说是一个台湾 甚至全世界都重视的一个晶片半导体的公司 可是呢它必须面对政治的压力 所以它宁愿感冒美国人工的高成分 还有它产业链还没有办法集中一条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 必须要到美国压力上的设厂 最近据说逐渐的有了一些问题浮现出来 台积电在德国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或许第一个成分的考量 我觉得是台积电在那边设厂的时候必须要加以克服一个重要的障碍 另外台积电在德国设厂的时候 它的整个相关产业的一条龙的设计 还有包括台积电在德国能够找到同样配合的这些员工 宁愿可以长期的加班 我觉得在德国一定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不过话说回来 再者我说锦片产业现在的所谓的去光显化 还有多方的这种分布设厂 这已经是个趋势了 所以台积电在德国的投资或许历景上 不要把它看着是户国圣山出走于台湾之外 而是我们的户国圣山 它正在强化自己在全世界的误局 万一在某一个产业供应链有所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台积电它还能有自己安全利益之群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